欢迎收看关系的时刻 现在中东的情势越来越诡决多变 让人难以做梦 现在整个中东因为一家议院被轰炸 造成了500个人的死伤 这个画面这样的一个状况 引爆了整个中东的怒火 甚至引爆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狂怒 他们现在都把怒火指向着以色列 指着以色列做了这样的一个 不人道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看到了拜登 拜登到了特拉维夫 本来一开始在飞机上的时候 他们在做简报的时候说 拜登会严厉来责问 这个飞弹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没有想到 当他到了特拉维夫 等他跟纳塔亚胡见面以后 他居然讲说 以他得到的情报 这个飞弹不是以色列射的 这个飞弹是其他单位 另外一个组织射的 但现在拜登以美国总统之尊 现在做了这个定调 能够平息怒火吗 另外拜登这样的一个定调 这件事情就可以风平浪静吗 甚至我们刚才讲的 美国现在最值得出一次 他现在已经把第五舰队的整个攻击权 授权给美国总统 也就是美国真的已经全力支持以色列 已经全力撩冷 这里面如果有任何的战争 美国会介入吗 这个地方真的会野火燎原吗 好 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张宇轩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宇轩 你好 大家好 好 走 刚刚才就是 现在整个总统其实大火烂 大火烂是因为一家的医院被轰炸 造成了五百个人死亡 而那个画面太出不及其了 没错 那个画面太让人难过了 所以这个画面引爆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怒火 但拜登现在讲说 他看到状况 这是其他团队做的 不是以色列做的 能够平息吗 但而且 这个动作刚刚讲到 现在代表拜登已经全力的 力挺纳太亚乎 对 拜登已经撩累了 拜登已经站在以色列的后面了 对 那接下来的发展会怎样呢 没错 发生在加仨走廊 这间医院的这个爆炸案来说 拜登原本要出发到以色列之前 他说我会好好的责问他 这个Coby这样说的 但没想到下了飞机之后 听完以色列他们相关的这个报告之后 而且他接受到纳坦雅胡的迎接之后 他就说 根据我看到的情况 这是其他团队所做的 而不是以色列 所以他 他帮以色列挂剥剑 对 所以他这样一讲之后 宝杰你觉得这个纷争能够平息吗 不会 不是 他反而是让美国真正卷入到这场战争中 而且我看到一个画面 我觉得我不可思议是 他一下飞机 居然跟纳坦雅胡拥抱 对 他曾经讲过 拜登曾经讲过 他不喜欢纳坦雅胡 是的 一个不喜欢纳坦雅胡的拜登 对 下飞机之后 竟然热情拥抱 为什么他不喜欢纳坦雅胡呢 因为纳坦雅胡跟川普是好麻吉 所以你看 他也这样抱着这个纳坦雅胡 告诉你什么 美国现在已经表达 我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 那问题是 这个加仨走廊 这个医院来说 爆炸案 公说公有理 你说什么 大家都已经不相信 因为为什么 因为已经完全点燃整个中东 所阿拉伯人 或是说回教徒的怒火了 这个火不是你 这个拜登说怎样就怎样 你看 现在我为什么说 把美国捡进去 因为现在 现在最惨的是什么 现在最惨的是 美国住在欧洲亚洲 还有很多地方的大使馆 现在都被攻击 你看事实上 现在全部烽火连天了 US Embassy on fire 就是说已经完全都被炸了 你看 这是图了 这个黎巴嫩贝鲁特的 美国大使馆 在门口出现大火 为什么 而且有人丢炸弹进去 甚至还有人丢什么 汽油弹进去 还有什么 土耳其驻伊斯坦堡的 这个包括以色列大使馆 还有美国大使馆 很多地方 现在全世界 很多英美的大使馆 全部都被攻击了 这个状况 你看出现在土耳其 安曼 还有包括说 德黑兰 还有这个巴格达 全部都 要么就是以色列的大使馆 要么就是美国大使馆 要么是英国大使馆 要么是法国大使馆 都被出现到 攻击骚乱的这个局面 但是如果说 你只有骚乱你就算了 刚讲在土耳其 以色列大使馆 居然已经被占领了 现在有的地方 已经被包围了 有的地方发生了爆炸了 对 所以你说 有可能会散掉吧 不可能嘛 那偏偏这个时候呢 伊朗外长又出来 三风点火 他说这个就是 以色列搞的 没有问题 然后他最后还说 Time is over 时间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就这样 他直接讲非常清楚 时间已经结束 所以看起来的话 现在整个中东 因为这个所谓 加萨的这个医院来说的话 这个爆炸案 燃起了非常熊熊的怒火 而且顺从 刚刚讲的 美国总统的谈话 以及伊朗外长谈话 就可以知道 在这个战争里面 如何针锋相对 拜登帮伊朗 帮以色列挂包紧 然后写立台 这个火箭带 跟你没有关系 是别人干的 但伊朗 直接指责以色列 就是你干的 对 所以现在已经是双方 除非是说你真的 秀出铁证了 来证明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讲嘛 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真的引起 全世界的这个哗然 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日报 都爆了非常多 全世界都爆 因为至少有500到900名 以上的人员上升 上升的时候 原本的拜登 来到这个特拉维夫 是要的 把周边国家先稳定住 至少你约旦 埃及 这些比较温和的国家 你不要再加入 这一次的这个 哈马斯的组织里面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否则呢 抱歉 如果约旦 跟埃及加入的话 那就不用讲 下一次的中东战争 过去中东战争 这两个国家都是主角 对 那这两个主角 进来的话 毕竟是中东战争 一定会引爆全世界 就没想到现在 因为这一场骚乱 我觉得呢 这个约旦国王也就说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要加入 没得谈了 所以他现在 搞不好可能会反向加入 那你看 这个惨况突然是 你跟大家讲 大家都看到 这个整个医院 被烧成这个样子的 原本这个医院是这样 阿里阿拉伯的医院是这样 就现在呢 周边的这个地方 完全都出现一个 大火的这个局面 所以这个是 阿里阿拉伯的医院 对 就现在 变成这么残暗了 对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是目前 他原本是当地 最好的医院之一 周边现在也非常多 你看这是惨况 很多这个医生 后来在整理这个尸体 一个一个白布袋 全部都是尸体的 这个状况 而且更连他心碎是 二十个小时之前的 小孩子还在 玩这个游戏的画面 都出来 所以告诉你说 这一件事情 当然会引发 全世界的哗人 到底是谁干的 好 我们刚才 这个对医生来讲 也非常的紧张 对 为什么今天拜登 第一个时间讲 我帮你承计说 这个火箭带 是伊斯兰圣战组织所干的 因为现在伊斯兰 以色列也公布 整个预袭的画面了 对 没错 以色列第一个时间就说 这绝对不是我干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就说第一个 他公布这个画面 预袭的这个画面 你看 他说这个 因为有火箭 从不明的地方射出去 射出去之后 导致打下 导致它爆炸的这个状况 那是爆炸这样 而且他还说什么 他说第二张 第二四角就是说 他说这是 哈马斯发射出来的 为什么 他还公布了 相关火箭的这个状况 他一看 他发射点在这个位置 他把发射点 公布出来在这边 发射点再打就了 然后往这边射 他就说 这怎么有可能是我们射的 而且他说 以色列说得很斩钉截铁 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以色列没有任何军队 到那个地方 也没有发射任何武器 过去的这个所有的证明 只有发射的 只有所谓的加萨走廊 这边发射出去 你看 他还把每一颗 每一颗飞弹 还不止一颗 对 那可能是哪一颗 掉到这个地方 以色列的说法是这样 然后他还说 这我们无人机拍摄的结果是 没有中到医院 医院没事 他是直接打到什么 打到停车场 打到停车场之后 然后因为停车场里面 可能有非常多人 在那个地方 是那边有这个汽车 你这样引起 连环的大火 造成的影响 你说因为整个空间 他们需要避难空间 都在停车场 对 没错 然后他打下去 一个巨坑 然后之后 爆炸之后 越来坑越来越大 然后这是天亮之后 他就说 主要是击中在 这边的一个情形 然后他第四章 还公布什么 他说过去 为什么他说 不是我们干的 他说过去一段时间 哈马斯火箭的 他常常射过来之后 就有非常多失败 然后掉下来 然后打到他们 自己人的这个状况 所以以色列等于是 这次图文并茂的 跟全世界说 人不是我带的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 整个野火燎原 刚刚讲的 已经不是黎巴嫩 伊拉克会卷入这个战争 现在担心的是 刚刚讲的 如果约旦也进来了 伊拉也进来了 这把火不知道会烧到哪里去 对 没错 虽然以色列修了那么多证据 问题是 现在他们的 整个过去的不满情绪 在这次一口气爆发出来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整个这个伊斯兰世界来说话 真的是完全大家都在抗议 譬如说像土耳其 土耳其已经算是 过去他还曾经是 美国的坚实盟友 北约的成员国之一 他现在你看 很多人闯进 这个以色列的大使馆里面 然后还包围这个美军基地 包围美军基地 对 然后同时在砸麦当劳 所以看起来 好像隐隐难的话 除了反以色列之后 反美情绪会不会在这边被先动起来 因为麦当劳 他在第一时间里面 他要提供他的食物给以色列的军人 就没有想到 麦当劳就变攻击对象了 对 你看他们在砸麦当劳这个状况 你看他们就说 你这个美帝的企业嘛 你看 如果假设 这种所谓的这个反美情绪被骚动起来 那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第二是什么地方 在这个黎巴嫩 黎巴嫩来说 当然因为黎巴嫩本来就有真主党嘛 那真主党他们其实 大部分的人是不是 不是信奉这个实业派 是信尼派 但他们现在也开始大规模抗议 朝这个法国大使馆去丢石头啦 然后攻击美国的这个大使馆 而且他们把哈马斯的旗帜 这个挂上去 还砸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大楼啦 那甚至除了什么地方 还有约旦 我们说约旦其实是 以色列周边国家相对比较好 那约旦呢跟以色列有建交 所以他们还有这个 以色列的使馆在这个地方 也被放火 就被放火 放火 然后很多人在抗议说 拜登你来这地方访问的这个情形 这些年伊拉克 伊拉克也非常多人的 早起来 因为伊拉克这几年来说 他们其实民众是比较参与 比较少参与这些抗议 结果他们也出来 那不是只有这边 远一点的叶门 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的叶门 也开始有人在攻击这个美国的大使馆 这连非洲西非 叫这个毛斯塔尼亚这个地方 也有人在抗议 所以现在事实上 现在全世界 大部分的这个国家里面都 反正是 只要是这个穆斯林 很多人都起来 抗议美国跟抗以色列 现在大家担心是 以色列的敌人动起来了 对 没错 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伊朗的外长就讲了嘛 因为他第一个声音就说 这是以色列搞的 那你看很多人也不管那么多 反正就是以色列搞的 然后Time is over 他要干掉这些 虽然它是目前为止 伊朗也是一样 伊朗目前为止是 全世界可能最激进的地方 这是凌晨一点 凌晨一点 对 然后他们就开始出来抗议 凌晨抗议说 说要打倒美国啦 或者说这个抗议 以色列这样一个画面 那时候他们还冲到 英法的这个大使馆里面去抗议 然后还丢鸡蛋 各式各样的这个情形 甚至你看 伊拉克的什叶派也开始 这个什叶派也开始串联 他们说 我们准备要摧毁你们 这个堡垒的大门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而不是这个仅仅在作为旁观者 他还拍片 对 所以现在这样 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来说 曾祖党跟这个哈马斯 已经串联起来 现在连在这个伊拉克里面的 什叶派 正在很多地方的什叶派 甚至连什叶派最大的 这个领导者 伊朗搞不好都要动起来 那更令人担心的是什么 伊朗的领导 这个外长 现在来到了沙奥地阿拉伯 如果两个真的串联起来 逊尼派跟什叶派 百年 这个千年的这个世丑 如果能够串联起来的话 那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抗西方 那这个戏的话 恐怕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戏 好 提委 刚刚讲的 你是学国际政治的 你说现在这个中东的情势发展 让你开始不安起来 因为美国照理讲 你应该是一个公斗杯 你应该是一个侨试者 你应该是爱抚各方的情绪 可是你说你今天看了拜登这个动作 拜登今天去 跟拜登跟那谈 那个拥抱 已经很清楚了 我今天已经力挺以色列 我已经帮你以色列开绿灯了 而且我的第五舰队 现在的整个战争权 放到了拜登手上 就代表 美国可能会进入这场战争 但另外一方面 刚刚讲的 因为一个医院的爆炸 已经点燃整个中东 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怒火了 约旦跟埃及 为什么会取消跟拜登的见面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现在还在力挺以色列 从拜登下飞机之后 跟纳塔亚胡拥抱的这个画面 拥抱完之后 结果后来 对 因为他在上飞机之前 说到非常震怒 严厉责问 严厉责问 但是他也要求他的国安单位 就是美国的国安单位 也提供了相关的情资 之后呢 结果下飞机的时候 跟大家讲一句话 这件事情 是巴勒斯坦的干的 而不是以色列干的 所以等于说 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 我还是站在以色列这边嘛 所以为什么说 我刚刚提到 约旦 埃及 不跟他见面了 因为你跟他见面的话 那阿拉伯世界 他怎么在阿拉伯世界活下去嘛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拜登一定会有一些手法 可以去安抚像约旦 埃及 或是其他的 沙地阿拉伯 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因为这件事情 很清楚 背后有伊朗跟中国 跟俄罗斯的影子存在 所以现在美国要面对的 不是只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已 他要面对的是背后的 那一个国际战略的一个问题 今天如果这些国家 比如说他中间被破坏 或者是被怂恿 比如伊朗怂恿约旦跟埃及 反派美国的话 那还得了 整个陷入美国在中东外交战争的失败 所以现在拜登先力挺以色列 接下来的话 怎么去破伊朗跟这些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局 这时候是拜登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好 雨萱 刚刚讲的 现在以色列其实没有停止他的脚步 他还是进行他的猎杀 还是进行他的攻击行为 对 没有错 宝洁哥 现在以色列呢 透过一个叫做 所谓的精准打击项目 并且他是怎么样 放在网路上 放在官网上直接看 让你哈马斯知道 我的打击程度有多精准 宛如说从一碗饭里面 我都可以挑出伊丽莎 各位你现在就是看到这画面 他都卫星定位的方式如何 他先锁定一个叫做 加萨走廊整个广泛的区域 然后开始慢慢的往里面说 往里面说 说到最后面 他说这个地方 他明确的指出 单一个点位 这就是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 精准的连您在哪一栋房子 我都抓得到 随后呢 开始发生的爆炸 而且他这片里面最厉害在哪里 厉害说他真的印证了 因为他说来 现在这个爆炸 叫做二次爆炸 因为民宅里面呢 有放很多弹药 有放很多这个仓储 而另外一边 则是我们轰炸区域 为什么我说他是恐怖分子的区域 因为在他指射没多久之后 就是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立刻从他那个区域 发生了上百枚的火箭弹 所以印证了什么事情 不管你今天哈马斯在哪里 或者是透过民宅 透过人肉盾牌 隐身人群之中 我都可以清楚掌握到你 并且清楚的对你打击轰炸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马上知道说 这个意愿是从哪里发射 是从一个木地发射 从这个地方发射火箭弹 原来这个加萨的地图 都已经被他掌握了 加萨的每一顺土地 上面到在干什么 以色列都已经标记了 标记了以后我才想 你为什么可以杀这么多恐怖主 哈马斯的这些领导者 你住在哪里 你旁边有什么东西 我全部都标定 标定了以后 我的坐标一上去 精准打击 对没有错 因为大家知道 他现在地面部队根本没有进入 但是陆陆续续传出说 哈马斯军方高层 已经遭到以色列的猎杀消息 你说这到底怎么办到的 就是靠这一套 完全从天眼科技所办到了 包括我们讲 哈马斯有一个中部旅的旅长 他叫阿曼诺法 他怎么样 也是说突然说 他居住了大楼 就是各位看到这画面 你看到先是瞄准 锁定 然后发生爆炸之后 隔天 大家去现场拍到 整个建筑物断壁残垣 就证实什么 证实他遭到以色列居杀 而且为了居杀他一个人 是将整栋大楼都直接轰回 你说就是这个人 他是加沙中部旅的旅长 这个人刚刚讲到的 他在这一次里面 那个画片 你所住的大楼 你所住的大楼 不但是你你现在整栋大楼的人 全部阵亡了 全部一起陪葬 而且是有图有真相 因为你如果说只看到 炮击的画面还没有办法验证 而他们后续有去现场 你看宝典哥就是看到那张 死从子力的这个建筑物的照片 就是他身亡的一个证据 因为整栋建筑 等一下 这是他的本人 有他的照片 有他的照片之后 我今天轰炸你住哪一个房子 我知道 炸轰炸了以后 我的整个怎么样 把你轰炸这个房子 炸的状况 我也都公布了 对没有错 而且除了这个我们讲 中部旅长之外 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 是哈马斯领袖的儿子 竟然也遭到狙击 他叫什么 哈奇姆伊斯梅哈尼亚 他说包括他本人 以及他周遭的14名家人 都遭到以色列 以同样如法炮制的方式 给狙击狙杀 而且最令人讽刺的是什么 前一阵子 这个哈马斯领袖 老哈尼亚 还在家里庆功 我这个十月七号 这个特工入侵以色列 还带走一千多人 还虐杀他们 我非常开心 在家里开派对 结果没得知了什么 血在血藏 以色列说好 你如果对于我的人民 敢这样做 我立刻拿你的家人 拿你的亲属 进行报复性的行动 所以他就是老哈尼的 这个儿子 对 你现在你人还在加插走廊 你在加插走廊 你是不是在哪里 我居然知道 而且我把你给宰了 宰了以后 就像吴董 昨天讲的 我一定有你的DNA 我一定有你的 这个所谓的生物基震 马上一比对 就确定了 最细致进行报复 第一个 他是跟他家人群聚的 代表说 这是他们大家庭 大家住在一起 你看看那个 就是老哈尼亚 老哈尼亚就看到了 整个哈马斯 怎么样进攻 都加插走廊 而且他们从电视里面 看到了以后 欢欣鼓舞 你见不见 第一个就是老哈尼亚 结果你在那边 欢欣鼓舞 在那边庆祝的时候 你的儿子被歼灭了 他们还在那边 这个伪摘阿拉 然后还在那边敬拜 然后还在那边欢庆 等于是说 类似非常高兴这样子 但是他的儿子 马上在随后隔几天之后 遭到以色列用 同样的复仇行动 以及报复这个方式 所打击 但我觉得最可怕的在于说 以色列怎么会 连他家都知道 连他住哪里 而且人还要刚好在里面 你外出也不行 所以代表时间地点 他全部都掌握清清楚楚 而为什么以色列 有办法有这个能耐 他后来发现说 真的是确实有 为什么 他的AI辨识系统 已经是领先全球的地步 现在就有一个民间主司 他叫做Blue Code 那这个Blue Code 特别在哪里呢 过去他是以色列 一个网路部副部长 所个人名义 他都已经退休了 出来筹办的 而透过这个Blue Code 他们要做一个任务 就是我们要来协寻人质 来营救人质 你说但他们人在以色列 怎么有办法去协寻人质了 当然有办法 跟各位讲他们多厉害 他们可以透过脸书社群 比如说这个相关的 Twitter XMedia 然后呢在上面 找寻到你的蛛丝马鸡 只要有民众录到 拍到 跟在加萨走廊 或者说在以色列 相关的影音画面 甚至是脸影像 还有更了不起的 声闻辨识 家人只要拿一张照片 跟他说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女儿 我失踪了 拜托你帮忙找我看 这是我儿子的影片 他就可以通过网路上 所有的资讯 进行对比 然后呢 找到这个人 所以说这个人 只要有在网路上互动 你只要在网路上 pover你的照片 在网路上有发过声音 我就可以掌握你脸部的特征 我就可以掌握你的声闻 掌握声闻了以后 虽然哈马斯把你给 等于说绑架 绑架一半弄起来 你经过任何地方 你的声闻只要泄露出来 你的脸部只要被辨识出来 我就知道你在哪里了 对吧 没有错 这比大陆的天眼还更高一些 为什么 大陆的天眼 你至少还要造册列管 对不对 当然不用 他只要是呢 在所有网路上 流散出来的影音画面 他都有办法去征询 而且更了不起的是什么 来 各位你看到一个影片都知道了 他相关的公司呢 也直接叫 Tagbox 他直接丢出来 说来 就这个画面 就说你看呢 你只要在网路上 po上一张你的照片 我立刻按下一个按钮之后 就可以搜寻到 你所有的记录 你所有的影像 所以他们就是 透过这套方法 着着实实的 所以我丢了这张照片 就是这个女孩子照片 这个女孩子照片之后 你在网路上 我马上 九张照片就出来了 对 而且保险 这不是个人特写照 这个是什么 有环境 而且人小小的 而且他能 连这样都能精准辨识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成功 找到五十名的民众 甚至确认 更了不起的说 找到五十个人了 找到五十个人 而且确认 十五个人在加萨地区 已经不幸身亡了 连他的生死状态 都有办法进行 你自己这么厉害 对 没有错 所以他们现在把希望放在 剩下三十五人身上 而且呼吁 所以广大的 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同胞说 赶快赶快 把照片给我 我能够帮你把 剩下的两百个人 通通带回家 怎么样 我现在看着 整个中东体制 我觉得一团的迷雾 你点醒了我 你说拜登今天去了以色列 然后站在 纳坛亚洲邦旁边 那时候看到 今天我刚刚讲的 中国跟俄罗斯的一表态 就代表 现在东西方 已经借着这一场的战争 对抗了 当然是两大集团的对抗嘛 不然你伊朗那么小的国家 凭什么敢出酒 说时刻是终于 拜登凭什么敢讲说 不是你干的 是别人干的 这个意愿爆炸是别人干的 所以这就是对抗 都是冲突语言 这哪有妥协的东西 所以那这个结果就是冲突 那冲突现在是从言语的冲突 造成发展到下一步的热战的冲突 所以大家在拉架拉架 一边拉偏架 拉到最后打起来 我们就这样子 好 要變第二個問題 所以一定會打起來了 他已經死了那麼多人 怎麼可能不打呢 對不對 這個不打 拉坦亞胡就掛了嘛 政權要垮台的事情 以色列人整個又陷入 萬決不復的地位 所以拜登不是去拉架 拜登去是挺堵的嘛 他是挺以色列 這很清楚的 他的政治生命 跟以色列綁在一起了嘛 不然他只不過選舉啊 難怪他以前曾經講過 他討厭拉坦亞胡 結果現在到了以色列 跟拉坦亞胡擁抱在一起 他說一句話 因為拉坦亞胡有個綽號 叫做Bibi 他說Bibi我非常討厭你 我不喜歡你 但是我一定會支持你 他會拖著走嘛 就是今天的情況 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時間還在記 還在馬表還在跳嘛 突然發生這個事情 那這個事情你認為 到底這六百個人 五百個人的醫院爆炸事件 是幫助這個衝突的身高 還是降低 當然身高 所以身高會往哪裡升高 往戰爭方面升高嘛 所以最後這兩條戰線 非打不可嘛 建築黨一定會出兵嘛 然後以色列 不是 伊朗一定會出兵嘛 然後哈馬斯一定要打嘛 所以本來還在觀察 伊朗你是主動出兵 還是你是背後支持 現在看起來是主動 一定進來了 一定打嘛 這個仗是打的 一定是打 打的話 而且底氣 憑什麼有底氣 伊朗拿來的底氣 就你剛才講完了嘛 就普丁跑到中國去參加一帶一路的會 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這個軍員 鈔票就進來了嘛 打仗最重要的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裝備 一個是鈔票嘛 你不是講炮聲一響黃金萬兩嘛 這就是黃金萬兩進來了嘛 所以兩邊都準備要打了嘛 都是鈔票嘛 所以這個仗打起來一定是全面性的 有相當的場面的混亂 所以說背後原來又是美國跟中俄的大戰 當然是啊 兩邊都是還是一個代理人戰爭 但是兩邊就是 一邊就是美國跟歐洲的盟邦 還有一個東方的這個俄羅斯跟中國 加上伊朗的盟邦 這兩個就是東區大戰的開始 他說中東戰爭已經一觸即發 而且勢必是擴大 而且有人刻意就要讓這個戰爭快點打 這個一月的爆炸怎麼可能嘛 你想想看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他不知道那邊有五六百個人嗎 當然知道 對不對 他會發射一個火箭彈 然後突然間打歪的掉下去嗎 而且火箭彈你真的相信是 是哈瑪斯的火箭彈嗎 你認為以色列人 以色列的這個整個莫薩德情報系統 拿不到他的 拿不到這個哈瑪斯的火箭炮嗎 對 當然拿得到啊 最想打的是誰嘛 你竟然告訴我嘛 所以你說還是一團迷糊 這個很簡單 誰最想打 拉坦亞胡 拉坦亞胡最想動手 他最想打 當然了 他最火大 因為他一拖時間對他最不利嘛 他越拖時間越多和平的談判進來 他越困擾嘛 他一股作氣打下去的話 他整個就阻倒了嘛 好 剛才講到的 現在的情勢混亂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議員的爆炸 讓整個中東情勢已經沒有什麼鷹派跟鴿派了 本來剛剛講的鷹派當然就是什葉派 包括伊朗 伊拉克 敘利亞 包括這個所謂的黎巴嫩這些國家 可是剛剛講的 像約旦 像埃及 像沙烏地亞阿勃 本來是鴿派本來是鴿派 本來是沒有想要捲入 現在這個議員的爆炸 全部都捲進來了 對 所以現在很清楚一件事情 是不只是戰場上的開火而已 而是連訊息戰 其實現在到底那個醫院是誰動手的 誰開槍的 誰發射的飛彈 各說紛云 但不管是各說紛云 現在其實這一把火 已經在整個中東 還有包括北非的國家 都已經燒起來 怎麼樣燒起來呢 像以約旦來講 他就有上百名的示威人 他闖進去以色列的大使館 逼得他們約旦相關的官方組織 必須要持槍 叫這些人你們趕快散開 不要這樣子進行一點 而且他們是試圖衝撞 那約旦最主要因為 他有50%的住民 幾乎都是巴勒斯坦人 他們的二代 三代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看到那個爆炸 已經管不清楚 到底是真正的誰動手的 這一把火 反正現在就是先燒向以色列 還有哪裡的黎巴嫩 黎巴嫩這個更誇張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是包圍美國大使館 所以對他們來講說 這已經不是以色列的一個 各個國家的問題 而是你們這些美國 這些英國 這些法國 這些西方國家全部都站在我們巴勒斯坦 站在我們穆斯林的對立面 所以這一把火已經一把燒到 這個所有相關國家 還有包括伊拉克 一樣也是喊著相關口號 伊朗 德黑蘭 甚至喊的口號是什麼 法國 英國 美國跟西安主義者 你們東東去死吧 所以他現在已經不是只有一個以色列 是他們的敵人 他這個敵人已經把這些 剛剛提到這些國家 全部視為是眼中釘 還有包括圖尼西亞 圖尼西亞一樣也是高舉著 含反以色列 而且圖尼西亞這更誇張的是 他之前竟然有一個圖尼西亞籍的非法移民 在比利時開槍 就開槍打到打死了這兩個瑞典公民 那你看這已經不是巴勒斯坦或者是以色列的事情 造勢的死亡的都不是這兩個國家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整個歐洲局勢 全世界的局勢 真的因為這一把戰火 已經慢慢變成是宗教戰爭 甚至是東方跟西方世界一個戰爭 還有連我們最接近的日本 現在日本因為有很多巴勒斯坦 日本也有 日本也有 因為日本其實最近幾年 有滿多巴勒斯坦的移民住在那邊 現在日本現在也有巴勒斯坦人就聚集 在他們以色列的東京的大使館 高喊著一樣是要反以色列 所以這是代表著什麼樣的這一個戰火 這個其實整個情況是非常的混亂 那至於現在講到就是說 而且現在以色列似乎也不怕紛亂 也不怕被指責 現在以色列剛剛講到 以色列還是進行開始 大規模的進行攻擊 哈馬斯呢其實是藏金運移民 藏金運哪裡呢 就是醫院 包括學校 所以他們就說事實上 這個之前的就是巴勒斯坦人 對以色列進行這個突擊的一個暴行 這恐怖攻擊的行為 他們加上因為有的曾經在那邊歡呼 所以人家就心裡想說 你看你說你是醫院 但是像你下面放的都是哈馬斯的武器 你裡面的哈馬斯的武裝份子 都是在混在裡面 然後就是把整個醫院人當成人肉盾牌 然後因此以色列也曾經去介紹過說 哈馬斯也連學校也都是他的火箭的一個基地 因此在這個統統情況起來 哈馬斯也搭著他們的救護車的移動 哈馬斯從他們的醫院開火 所以如果總結這相關的資訊 你認為以色列有沒有可能 對著我們剛剛提到那個醫院開火 感覺上好像也是不無可能 待會我看到這個就是以前以色列 他們公布的一個動畫 動畫就講說這個是學校 你不要以為它是學校 學校底下你居然放了很多的炸彈 你甚至有很多火箭的設施 你甚至有很多的地下通道 甚至你連哈馬斯的整個聚集點都在底下 對 所以你看這些相關的訊息出來 是不是更加深人家講說 你們以色列早就把人家鎖定醫院跟學校 因為在你們眼裡 真的已經不是一個人道機構 不是聯合國所保證的一個 不可以攻擊的機構 而是在你眼裡 他就是掩護哈馬斯 這些武裝分子的一個人肉盾牌 一個假人道之意 事實上是進行掩護恐怖分子的一個行為 所以這兩方的說法實在是 讓人家有點摸不清 到底誰下了毒手 而且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以色列的那個全民皆兵是 人不分男女老幼 地不分東西南北 你任何的 像這樣子 都已經在這裡做 他是非常著名的這個明星 都參戰了 是 而且你知道這女明星是 真的是非常漂亮 她所經營的頻道 甚至有兩百萬人的一個訂閱戶 這是以色列的女兵 而且你知道嗎 她為了去參戰 她把她一頭的金髮剪掉了 所以她現在你看看 她已經不是那個長頭髮 她是短髮的 然後短髮還是這麼的 等一下 老婆 她以前是這樣的長髮 她就把頭髮剪成這個樣子 是 她就把頭髮剪成這樣子 然後她本來是有兩百萬訂閱戶 所以她的網路上 那個頻道上有非常多 她以前非常妖艷 很漂亮很漂亮的照片 結果呢 她就剪成之後 開始她就放成是 她已經重居了 她就開始站在第一線 而且呢 她以前經營的那個頻道 叫阿爾法 就是持槍天使 因為他們其實這個頻道裡面的 女明星 全部都是透過這個相關的訓練的 然後呢 她就看 你看 這一個非常飄悍的照片 告訴大家說 她其實已經到第一線 而且她現在還是平安 可是讓她很火大一件事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她已經投入了戰場 就是她IG上的 真的有兩百萬訂閱戶的頻道 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的照片通目不見了 然後以前的一些相關的訂閱戶 好像也是一夕之千 都已經被成功 她持槍也太穩了吧 真的 所以呢 她就是你知道 光看著一個這麼漂亮的女明星 結果她還是為了 她的一個愛國之心 毫不猶豫地把一頭長髮剪掉 而且直衝戰場 還甚至在戰場上 就罵這個IG 你搞什麼 你把我以前的照片弄不見幹嘛 然後由此可見 這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可以為了國家 自己的生命安全 一點都不重要 好 代表國正 這樣講呢 現在除了軍事以外 吳董剛剛講的 這是東西兩大陣營的一個對比 而這個東西兩大陣營 已經打到了晶片戰 打到了經濟戰爭 剛剛講的 今天AI全部下跌 AI全部下跌 就是當你中國在進行 一帶一路的時候 我全面封鎖 對這次的無差別攻擊轟炸 經濟轟炸有多嚴重呢 因為雷蒙多今天是宣布說 有新的政策要不讓中國拿到 所謂的軍事用的AI晶片 結果一公佈的時候 大家嚇掃了 把算力一算之後發現 過去A100你不可以買 你可以買A800 H880 你可以買降規的 結果公佈之後 不僅是 NVIDIA不能賣 Intel也不能賣 AMD也不能賣 連遊戲晶片 你都不能賣 你拿來做遊戲的 可以當AI的 美國也不能賣 不能這些叫無差別限制 所有的AI晶片都不能進入中國以外 還規定說 你賣到40個國家 有買AI先進晶片 也要跟美國申請執照 就是怕它賣到中國去 連這個都要封鎖 還規定說20個國家 你有買先進的半導體製造設備 也要跟美國申請執照 因為你可能會把設備賣到中國去 等於無差別限制 把每一條路都要完全堵死 而且你說從這個動作 來看清楚 美國真正的敵人是中國 現在美國已經無所不用其極 所有用盡所有的手段 封鎖中國 所以經濟損失會非常的大 無差別轟炸下去 AMDia昨天晚上最高跌7% 台北股市今天也重創 只要AI有如家紹走廊一樣 跟他一樣慘 跌了兩百多點 本來黃人勳來到台灣 現在在買東西到處逛夜市 本來AI應該大漲 結果全部變成重災區 跌得非常慘 兩百多點 大家都產生了信心危機 美國這一次出手 無差別轟炸 那美國這一次無差別出手 真的可以封鎖中國的AI產業嗎 因為雷蒙多經過 這一個多月的調查之後 發現華為有很多的方法 無鬼搬運的方法 可以買到東西 因為他調查一個多月之後 發現 既然有120台的ASML的DUV 既然留到中國 雖然不知道買主是誰 但是發現全部留到中國 120台 比台積電現在擁有的數量何多 而且他是做14奈米的發現說 現在雖然良率很低 但是深圳市政府還給他300億美金的補貼 等於你不管損失有多大 你一樣可以做出晶片來 這就是發現之後 300億美金 對將近一道台幣來補貼華為讓他良率很低 你產生的成本很高 但是你一樣可以補貼把晶片做出來 所以美國是怎麼發現的 發現你有五個方法 包括你偷買 包括你找代理商白手套 甚至成立空投公司從國外買進來 所以他這次為什麼要賭 連40個國家都要賭 20個國家買設備全部都要賭 因為我發現你還有路可以走 而且連台灣這些半導體設備商 你做一些污水工程 半導無城市工程 我全部都要管你 所以你說上次點名了四家廠商 崇越科技 漢唐吉成 雅翔 還有細科紅塵 這是有意義的 你做一些冷凍空調 做一些廢血處理 都算有意 因為你要敲山政府告訴別人 我把這條紅線畫在這裡 你要繼續繞道偷偷跑去 跟中國幫忙的話 我全部都會處罰 所以王美花也站出來聲明說 如果以後再抓到 一律要罰2500萬 但是這條線誰畫的 還是雷蒙都畫的 因為他發現你有這些 五軌搬運法 還是要限制 那為什麼要這樣限制 他發現說 中國在八月還是公佈了 中國AI算力的成長 他要不是成長一倍兩倍 到2030年要成長500倍 世界會分成兩大陣營 中國主導跟美國的 所以這變成是兩大陣營的對抗 當然要無差別的限制 而且每一道縫都要把它塞得非常的緊 不讓中國有一絲的機會